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談婚室 我是德瑞瑪 參加婚禮的時候包紅包 應該要怎麼包才不會失禮又包的恰到好處呢? 我覺得這應該是比去參加婚禮的時候要穿什麼衣服 還要男上好幾倍的問題 今天呢就要跟大家一起討論 關於參加婚禮的時候包紅包的一些相關的考量因素 提供給大家參考有興趣的朋友就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非常重要 我們先來看看 常見的紅包金額有哪些 我們從最少開始 其實我在蒐集一些相關資訊的時候呢 有看到一些文章紅包是從600開始算 但我個人覺得600實在是有一點太少了 就算理到人不到 600我覺得也不行 有可能是因為那些文章比較久了 這個受到通膨的影響 總之大家在自行評估跟斟酌啦 在剛剛這個常見的紅包金的數量裡面呢 其實有出現兩個大段層 第一個段層是 3600再來就跳到6000了 6600再來就跳到1萬 我們先來看 避諱的數字有哪些 裡面是完全沒有出現 4跟8 還有所謂的單數了 除了1跟3以外 4應該不用多說大家都知道 那8呢其實是有別離的意思 所以不是說168發發發包個88888 8000大發財 不是這樣子的喔 也有蠻多人會禁計像3000跟5000 它其實是被歸類在單數裡面的 所以其實2000OK 可是你看 2600之後就直接跳到3200了 看完常見的紅包金額跟數字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來討論一些影響金額的關鍵因素 首先第一個因素也是排在我個人認為重要性的順位一 就是餐廳的等級 那我覺得大概可以分成三個種類 第一個是五星級酒店的那一種高級餐廳 第二個呢是一般的婚宴場地 像是婚宴會館啊或者是一般的飯店等等 那最後第三個呢就是像流水席或海鮮餐廳 為什麼會把餐廳的等級排在順位 是因為我覺得不管你要怎麼考量 最基本的紅包金額 就是絕對不能低於那一桌菜 除以你個人的費用 例如說一桌2萬塊的桌菜 做10個人 一個人的餐費是2000 那我覺得紅包金額就一定要高於2000 就是你不能讓人家賠錢就對了 又分為你是一個人到 還是你有稀半 如果是一個人到 在五星級酒店或比較高級的餐廳 那建議的金額區間我覺得就是 2600到3600 因為現在你說五星級酒店 其實一桌大概都要到2萬以上 甚至更高 那如果是一般的婚宴會館呢 就大概是2200到3200 一般的流水席的話 大概1600到2200 29都可以 西班其實就比較麻煩一點 如果你今天是在五星級酒店或高級的餐廳的話 最少最少我覺得一定要有3600 因為如果你除以二的話 一個人才1800 如果是在五星級酒店一桌1800 通常應該都是會超過的 所以呢我覺得就是至少一定要3600以上到6600不等 那如果是西班在一般的婚宴場地 大約就抓3200到6000這個區間 差不多 那如果是海鮮餐廳的話呢 西班就大概2600到3600 這個區間我覺得還OK 如果今天你是只有禮道 人不到的話 我在網路上看到很多說法都是眾說紛紛 即便是禮道 還是有人是依照餐廳的等級來分的 那我個人覺得如果是我的話 今天只有禮道人不會到 其實你請在哪裡對我來說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我會覺得 你純禮道就完全看交情 來決定金額就可以了 講到交情 那我們就把交情分成三個區間來看 感情最好的叫做 我自己覺得最少一定要3600 不管他今天請在哪裡 我自己如果是有到這個 至自備的可能就是都會到6000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到 至有至愛這一種的 大概就是3600到6000以上 會比較適合 不管他今天是請在什麼場地喔 第二個等級叫做 一般的親戚朋友 所以除了智友以外 所有的朋友都在這個區間 這個區間也比較大 我覺得大概可以抓2600到3600不等 再來最後第三級呢 我們叫做 一般交情 有人說泛泛之交 但我覺得不要這樣講 你都去參加婚禮 還是什麼泛泛之交 好 點頭之交 不管你今天是 一般的朋友啊 點頭之交啊 同事啊 不是很重要的鄰居啊 全部都算在這個區間裡面 Range其實就比較廣一點 那我們就抓1200到2200 或者是2600 這個區間差不多 最後還有一個點是 當你決定好紅包的金額之後 你還要考量到 如果你今天是女方的人 是有拿喜餅的 最好是可以在你的金額上面 再加個600元 就是除了桌菜的錢以外 還考量到拿喜餅的錢 最後呢 再跟大家分享幾個注意事項 首先第一點 就是回禮一定要比 收禮的金額更大包 所以今天如果你已經先收過了 別人的禮金了 在回禮的時候一定要高於 人家包給你的金額 那有一些人是直接回一樣的錢 我覺得就看你們個人覺得怎麼樣 第二點 其實現在也有蠻多人是不收禮的 那如果不收禮 你又曾經收過人家的禮金 或者是真的說很好的朋友 想要給個祝福 其實就是把你原本準備好的紅包 拿去買相對應的 對方有需求的結婚禮物 其實我覺得也還不錯 長輩他們不收禮 可是因為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我們還是會自己私底下 把紅包的錢給新娘 就是一個對朋友的祝福 第三 其實我蠻常被問到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C辦去參加朋友的婚禮的話 他會覺得包3,600太少 但是又覺得3,600的下一階 就要跳到6,000 覺得6,000太多 這時候應該要怎麼辦呢? 那我的想法是 你可以包3,600 再額外買一份 你覺得金額價值相當的結婚禮物 送給朋友 那如果其實整個金額這樣前前後後加起來 離6,000也沒差多元 我覺得算了 就直接包6,000也比較好看 最後第4 紅包帶的寫法 正式一點來說呢 右上角要寫新人的名字 中間寫你的祝福 把你的大名寫在左下角 那我覺得沒有那麼志士啦 總之就是一定要記得寫自己的名字 這樣子就可以了 以上關於參加婚禮的包紅包的一些考量法則提供給大家參考 我覺得這沒有絕對的對與錯 你在網路上找一定會看到很多不同的建議跟等級 那其實區間都差不多落在這裡 最重要的一個點就是 你不要包一些很奇怪的金額 所以好好的記得剛剛的那個常見紅包金額的數列 就從這個數列當中去挑一個區間 比較適合你的 再把婚宴場地跟交情這些因素等等的都考量進去 然後注意紅包的金額絕對不能低於 那一桌除以十位人數你自己個人的參費 可以再打聽一下關係相當的一些友人 大家包的金額都是多少 找到一個符合自己心意又不失禮的數字 相信呢都會讓新人很滿意的啦 那就希望大家這個不要失血太嚴重啦好不好 台灣事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